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等着坐牢吧 分手之后为何还要纠缠 分手报复 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一个夏日的清晨啊 空气清新 阳光洒在波光淋淋的护城河上 那更显得是景色宜人呢 但是啊 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 她似乎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色 一个人坐在河边呢 盯着这河水就发呆 这个女孩呢 二十来岁的年纪 面容啊十分的憔悴 眼角呢 还挂着没有擦干的泪痕 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 那一个人就在河边 哎 这很快呢 就引起了周围陈恋人的注意 几个老人呢 小声就开始议论 说这孩子啊 这天没亮就做这事了 这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这几个大妈呢 自告愤怒的就说了 走我过去看看 但是啊 这还没等这大妈走近呢 白衣女孩纵身一跃 噗通一声 就跳到了河里了 这可把周围的人给吓坏了 纷纷围了过来 大喊呢 说有人跳河了 快救人呢 这幸而发现的及时 在几个游泳高手的帮助下呢 这白衣女孩 很快就被救上了 这女孩啊 呛出了几口水 睁开了眼睛 哎 有微弱的声音就说了 说为什么救我呀 周围的人 看着这个刚刚获救 却依然绝望的年轻女孩 都面面相觑 谁都不知道 这女孩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非要选择轻生呢 不久 在众人的议论声和惋惜声中 女孩被抬进了救护车 这个白衣女孩啊 名叫张元 今年26岁 是老张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 他从小呢 那聪明伶俐 学习成绩啊 非常优秀 一直那是老张两口子的骄傲啊 那在大多数熟人眼中呢 张元应该会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好未来呀 而现在呢 他却因为自杀 被送进了医院 经过抢救啊 这张元慢慢的醒了过来 他模糊中啊 看到陪在身边的父母 他扭过头 说爸妈呀 我给你们丢人了 说着呢 他眼泪啊 又止不住的往下流 张元的妈妈呢 是一把就搂住了张元呢 边擦眼泪啊 就边说了 说孩子啊 你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放宽心吧 我们已经请了律师了 和王建伟这种官司 我们一定要达到底 给你讨个说法 听到这呢 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 说这王建伟是谁啊 他跟张元的自杀 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个王建伟 几年前啊 这张元大学刚毕业 就应聘到一家外贸公司啊 做文员 那当时呢 这王建伟啊 正是这家外贸公司的业务部主任 他不但业绩出众啊 人长的 那也是一表人才 那如果说 这王建伟在工作中 对张元十分照顾的话 那在生活中 王建伟对张元 那可有十二分的照顾啊 为了能和张元接近呢 这王建伟啊 利用职权 就把张元 调到了自己身边做助理 他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给张元买礼物 请他吃饭 很快呢 这张元就察觉到 这英俊的丧司 对自己是有了好感了 但是自己 那毕竟是个新人呢 那刚一工作 就跟丧司谈恋爱 这说出去 那可不好听啊 而且自己 那也绝对不是靠美色丧位的人呢 于是啊 这张元就刻意的 和王建伟保持着距离 张元的冷淡啊 并没有浇灭王建伟的热情 这王建伟呢 反而加倍的关心照顾张元了 这让张元啊 是非常的感动啊 他心里啊 不由的也生出了好感 这经过王建伟热烈的追求啊 两个人的关系 发生了质变 没过多久 这张元呢 就搬进了王建伟的家里 两个人就开始同居了 这曾经在幸福中的张元呢 也不再去想奋斗事业了 在王建伟的建议下呢 他很快就辞掉了工作 专心在家里啊 照顾王建伟的饮食起居 最初的日子甜甜蜜蜜 两个人俨然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张元觉得 自己虽然牺牲了事业 但是却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一个人的时候 张元无数次的幻想到 王建伟向自己求婚的场景 甚至他还常常幻想 自己和王建伟的孩子 会是什么模样 然而事情的发展 却并不像张元想的那么顺利 跟王建伟啊 他工作非常努力 业绩呢 那是蒸蒸日上 已经被选拔为 决逐下一任副总经理的人选了 这让他是十分的兴奋 但张元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发现啊 自己原本以为很完美的男友 却有着让人为之不齿的小动作 原来呢 这王建伟经常把一些自己公司的客户 转给别的公司 然后从中拿提成 这王建伟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周密啊 但是啊 还是在无意间被张元发现了破绽 张元这是一个老实的孩子 对于王建伟的这种做法 感到十分的担心 他心想 说既然两人相爱了 那就应该开诚布公啊 张元就决定 说找机会跟王建伟好好谈谈 这天晚上啊 两个人一起就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看到王建伟这一杯红酒下肚了 脸色微红 心情呢也非常的好 这张元呢 就一边倒酒 一边对王建伟就说了 说建伟啊 有些事情呢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担心的事 跟王建伟说了 这王建伟听完啊 咧嘴一笑 完全不屑一顾 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做大事 你做不了的原因了 你以为咱们靠上班能赚多少钱呢 就公司那点工资 要够干什么呢呀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咱们的未来呀 等我当上了副总 咱们就结婚 到时候 这种事情啊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保证 这是两个人相处以来 王建伟第一次向自己许下结婚的承诺 结婚不正是张元盼望已久的事情吗 从此之后 张元成了王建伟的一个隐形秘书 卖力的帮助王建伟处理业务上的各种事情 这有了张元这个贤力柱啊 等王建伟做起事情来 那更是如虎添翼啊 终于如愿以偿的 升任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那工作和应酬呢 比以往更要多了很多 这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呢 他就绝口不提 这日子久了呢 张元就开始有点不高兴了 就总找机会提醒王建伟 那本以为王建伟呢 会欣然同意 可他没想到啊 王建伟却总是拿事业还没有成功当理由 是一拖再拖 而就在结婚这件事情上呢 两个人开始啊 开始有各自的想法了 对对方不满的情绪也日益的增加了 由于王建伟呢 经常出差啊 这张元呢 就开始啊 一神一鬼了 他动不动的 就翻王建伟的包 检查王建伟的手机 还有那电子邮箱 这可让王建伟啊 十分的不高兴啊 这天呢 这两个人又因为结婚的事啊 爆发了声吵 张元气急了 就说了 所以你就直说吧 是不是 你从来就没想过要娶我 这王建伟呢 冷笑了一声 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咱们呢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确实不想结婚 你要是真爱我 就别催我了 可能哪天我心情一好 就和你去登记去了 你越催啊 我越烦 反正现在你痴窗不愁的 没事就别闹腾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阔太太的生活吗 你还给我装什么痴情呢 听到这话呀 这张元只觉得从头是冷到了脚啊 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啊 这王建伟呢 却像没看见一样 拿起衣服 开车就离开了 这张元呢 一个人在房间里啊 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找 他收拾了东西 离开了这个 他曾经充满了幻想的家 曾经的承诺不可能实现 分手之后 两个人却依然纠缠不清 随后的一段时间呢 两个人见了几次面 但是一次比一次将 曾经的情侣 却都要把对方逼上绝路 这一时之间呢 这王建伟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啊 是人人喊打 撕破脸的两个人 还会有什么不理智的行为 分手报复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转眼呢 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王建伟呢 并没有来找张元 甚至啊 他都没给张元打一个电话 这让张元啊 十分的痛苦啊 他渐渐的冷静了下来 他也开始检讨自己 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 他心想啊 说这王建伟工作这么忙 也许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呢 毕竟这两个人已经两年的感情了 那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就这么想着 张元呢 拨通了王建伟的电话 但是这电话的那头啊 却传来了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这张元挂断了电话 发疯一般 就把手机摔到了墙上 随后的一段时间呢 两个人见了几次面 但是一次比一次将 最后呢 这王建伟啊 是连电话都不接了 这张元呢 不甘心就这样被甩了呀 对王建伟呢 那是又恨又气呀 他一番思考之后啊 做出一个决定 要给这个父亲人啊 一点教训 你不是想成就你的事业吗 我就让全公司的人 彻底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这张元呢 毕竟在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呢 他知道公司网站的密码 进入网站之后呢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的说明了 王建伟欺骗公司司机客户 盗取信息的种种行为 后边啊 还列举了详细的证据和客户名单 这果不出所料啊 文章在网上一发表 那整个公司那都大了锅了 很快啊 这公司不但开除了王建伟 还聘请了律师 准备对他提起诉讼 这加上王建伟平时做人呢 就不怎么厚道 得罪了不少人 这一时时间呢 这王建伟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啊 是人人喊打呀 而这文章呢 又被其他网站又进行转载了 这王建伟呢 以往的一些客户啊 也发现了 他们也担心自己受到什么牵连呢 纷纷找机会 停止了和王建伟的合作 王建伟是万万没有想到 看似柔弱的张元 竟然会写文章揭露自己 看着张元写的文章 在网上越传越广 王建伟恨得咬牙切齿 心里暗想 你可以写文章毁掉我的事业 我也要写你的事情毁掉你 这王建伟呢 于是连夜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 他指名道姓的就写张元啊 随性洋化 为钱呢 出卖一切 甚至啊 还有精神病 几次被送进风筝院 这后边啊 还把张元的照片给放上去了 他写完之后呢 这王建伟啊 把这文章就发到了很多大型的网站上 并起了一个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名字 叫独副张元色又记 这极具攻击性的文章 很快就被各大网站迅速转载了 那不明真相的网友们 那纷纷跟铁啊 谩骂的 侮辱的 嘲笑的声音呢 那不断的传来啊 张元呢 刚开始啊 还为自己进行辩解 可是他刚一出现 就被网友们的口水给淹没了 渐渐的呢 这网上的流言蜚语 就转化为现实的攻击了 这张元呢 是越来越不想出门了 之后呢 他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厌食和失眠 这无奈之下呢 张元只好回到了老家 他家里的老张夫妻俩呢 觉得 哎 女儿这次回来呀 好像有点不对劲 似乎有心事 但是呢 张元却不肯对父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他一天天的几乎是随你不进 这老张夫妻俩慌了神啊 他以为这女儿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 哎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心情不好 于是呢 就劝慰女儿 但是这张元却什么也不肯说 他最后呢 干脆把自己呀 关到屋子里 反锁房门 哎 拒绝和父母说话 直到这天呢 女儿自杀被救 这老张呢 才从别人上听说 女儿的事情 才看到有关女儿的帖子 这老张一家看到这些侮辱女儿的文章 他气氛不一样 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都被当作掌上明珠一般宠爱有加 现在却遭遇到如此的谩骂和侮辱 老张夫妻怎么能善罢甘休 他们请来律师 要求律师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律师接受委托之后呢 对张元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 然后呢 又马上对网站所发布的文章进行公正 以固定证据 随后呢 律师又向各个网站发出了律师函 要求马上删除文章 停止侵权 否则将追究网站的侵权责任 我们知道啊 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法人是享有名誉权的 法律是仅止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 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络名誉权呢 我们呢 先来了解一下 网络名誉权呢 顾名思义 就是人们在虚拟的互联网中所享有的名誉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呢 通过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啊 是越来越多了 网络名誉侵权呢 因为涉及到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及受害人与网站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而显得是比较复杂 网络名誉侵权呢 他不仅具备上述一般名誉侵权的要件 而且同一般侵害名誉权的方式相比较呢 又具有这么以下两点特点 首先 网络是虚拟的 网络实名誉的缺失 导致网络名誉侵权的责任者很难认定 其次呢 侵权言论的散播具有快速性广泛性 所以相对于一般的名誉侵权来说呀 很容易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因为网络名誉侵权呢 他同样可以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所以呢 他也应该适用现实中的法律规定 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那么如果行为人在网络上故意捏造 散布虚假事实 点损他人的人格 破坏他人的名誉 情境严重的 还会构成刑法中的诽谤罪 在律师的建议下呢 张元反复考虑之后啊 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将王建伟告到了法院 要求王建伟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实损失费三万年 曾经的情侣法庭相见 一份意外的证据能否扭转乾坤 我已经向国安局啊 举报张元敲诈勒索我一百万的事情了 你就等着坐牢吧 一句分手之后说出的狠话 是否会成为敲诈勒索的证据 自己随口说出的话 竟然被王建伟给录了音 又告到了国安局 难道自己真的像他说的一样 要去坐牢吗 分手报复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半个月以后呢 法院开厅了 身体刚刚恢复的张元 执意要亲自参加庭审 这一开厅啊 张元作为原告 首先向法院陈述了事实的经过 而被告王建伟呢 就提出来 那篇文章啊 并不是他发表上去的 张元呢 也没有证据来证明 是他发表到网上去的 这一下呀 可急坏了 在一边旁听的老张 但老张啊 焦急的就问律师 说律师同志啊 这王建伟他就不承认 那可怎么办呢 律师啊 安慰着老张 说您别着急 我们还有办法 随后呢 律师向法院提出了调查举证申请 后来经过法院的调查发现 这发布文章的匿名人 在用户注册时 所使用的手机号码 正是王建伟的 同时比对IP地址 更进一步的确定了 文章的发布者就是王建伟 在证据面前 王建伟不得不承认 就是他发布的文章 但是呢 作为抗验理由 他又提出来 说自己发布文章 那完全是为了减少 先前张元发布文章 对自己恶劣影响 而做出的一种解释 那凭什么你张元 可以发布文章攻击我 我就不可以以牙还牙呀 那如果说有错 那也应该是一人一半啊 针对王建伟这样的说法呢 张元的律师啊认为 张元在网上 那对王建伟的描述 完全来源于客观事实 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而并非是恶意的攻击 而对于被告王建伟的 利用网络三字发表图文 编证事实 并且对张元进行恶意攻击的行为 这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张元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构成了对张元民运权的侵害 这律师的话音刚一落 王建伟又冷笑了一声 说我劝你们呢 也别再辛苦打官司了 还是省省吧 我已经向国安局啊 举报张元 敲诈勒索我一百万的事情了 你就等着坐牢吧 这句话一出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敲诈一百万 这所有人的目光啊 都投向了张元 张元呢 低下了头 一句话也不肯说 这休听以后呢 律师就把张元拉到了一边 说小张啊 王建伟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可要跟我说实话呀 面对王建伟当庭拿出的证据 张元除了震惊之外 也感到十分恐惧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建伟做事竟然如此周密 也是如此卑鄙无耻 在律师的追问之下 张元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就在和王建伟分手的第二天啊 张元曾把王建伟约了出来 想要和他好好谈谈 那晚呢 张元啊 是一直压着怒火呀 甚至啊 还有些哀求的语气 希望王建伟呢 看这两个人 两年多的感情的份上 重归于好 自己呢 也可以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甚至啊 他可以暂时同一步结婚 但是他没有想到啊 王建伟的态度 仍然是十分的坚决 冷冷的就说了 说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张元一听这话呀 那感觉最后一点尊严 也被王建伟撕得粉碎呀 他端起酒杯 就将杯中的酒 泼到了王建伟的身上 张元愤怒的就说了 要想分手也行 拿出一百万了 咱们就两清 不然呢 别个我张元对你无情 其实呢 这张元当时啊 只不过是想给王建伟 施加一点压力而已 让他回心转意 而所谓的一百万呢 也只是随口说说 当时呢 这王建伟呢 也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一说 两个人呢 又唇枪舍战了一番 然后就各自的气呼呼的离开了 可张元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自己随口说出的话 竟然被王建伟给录了音 又告到了公安局 这律师啊 安慰着张元 然后马上带着张元 到公安机关去了解情况 经过何时呢 原来啊 这王建伟还确实来报告案 并且呢 拿出当时两个人的谈话录音 作为证据 声称自己受到了张元的敲诈勒索 那因为没有支付这一百万呢 所以张元便开始揭发自己 让自己身败名裂 听到这里啊 观众朋友可能会说了 说虽然这王建伟确实是可恶 但是他举报似乎也有些道理啊 你张元确实是先要了一百万呢 那没得到钱 才在网上进行的揭发呀 这难道不是敲诈勒索吗 那么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 敲诈勒索这一刑事罪名 敲诈勒索呀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 对其强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 那么具体威胁要挟的方法呢 那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明示的 也可以是暗示的 内容包括暴力伤害 毁坏被害人的人格名誉 揭发被害人的隐私 毁坏被害人的重要财物等等 那么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呢 应该表现为直接的故意 必须具有非法抢索他人财物的目的 那么如果说行为人不具备这样的目的 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呀 他并不违法 比如说 在前人想要讨还九千不还的债务 而使用带有威胁成分的语言 来索要债务 这就不属于敲诈勒索行为 那么在办案中呢 张元实际上啊 并没有拿揭发违规这件事情啊 威胁王建伟 他只是基于一时的激愤的气化而已 这王建伟的财产呢 也并没有因张元的行为而真正遭受侵犯 所以呢 不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 公安机关在充分参考了张元代理律师 出去的律师法律意见分析之后呢 认为啊 张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所以对王建伟的报案 做出了不与立案的决定 而几周之后呢 法院也对王建伟侵犯张元名誉权议案 做出了判决 判决王建伟立刻停止侵权 在相关网站上公开发文向张元赔礼道歉 恢复张元的名誉 并赔偿张元精神损失费一万元 两年前张元和无数年轻女孩一样 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欢笑 而两年后 他却在报复失败后 意欲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这一切都只为一个字 情 朋友们呢 我们的生命中不只有一道风景可令你驻足 也不仅只有一种感情可令你留恋 当爱情离去 当备受伤害 不要迷失自己 更不要铤而走险 去报复 去伤害 回头看看 毕竟我们还有法律 还有希望 好的观众朋友 这期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